作為一個媽媽,每次餵奶時,你會遇到以上問題嗎? 寶寶不停掙扎,手不停用力捉著寶寶 每次餵奶,手很痛,很痛 而寶寶又睡得不舒服 當然,因為我是在職媽媽 所以很多時候餵奶都希望可以快點完成,快點睡覺 但有時候會想像是,如果跟奶水,很怕再問教會摘到寶寶 怎樣可以令嬰兒睡覺,讓我可以早點休息呢? 我想了很多方法 最後呢,聽朋友說,有一隻沖氣式的寶寶,其實挺方便 亦令嬰兒很舒服,喝完又減少了肚奶的機會 我就試了,真的挺好用的 這個沖氣式的寶寶的好處是,你可以用之前才崩起 不用就放起,變成家裡可以收納得很方便 其次就是,外邊是橡膊膊 中間是可以凹凹的 寶寶睡的時候呢,可以睡得很舒服 可以包圍著它,弧度可以貼到一邊高一邊低一點 讓寶寶可以用斜一點的寶寶,睡在這裡就沒有那麼容易吐奶 還有,這個沖氣式的寶寶寶,最好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是沖氣,但我相信不是每季,家裡都會有電泵或手泵 它最好就是,它有內置的手泵 大概泵兩分鐘,兩分鐘左右就可以泵起這個沖氣枕 立即開始試用這個手泵給大家看吧 還有,這個沖氣式的寶寶枕是可以很方便地清潔的 KT買下去就會乾淨的 這個套呢,就可以拿去洗衣機直接洗 因為它是沖氣式的,可以去旅行的時候很方便地泵奶 現在,每次践奶都會放寶寶在椪奶枕上面 弧度改變,可以減少寶寶寶寶寶寶中 而泵奶的姿勢就可以開始放鬆了 可以很輕鬆 手也不再痛了